我們香港特區確實很清楚 是有這個憲制的責任 是就23條裡面所說的事項 是進行立法的 為了國家 也是為了香港特區 作為國家的一部分 是有這樣的必要去做 我想大家都明白 其實23條本身 不應該被視為一些 很負面 甚至被妖魔化的一些事情 香港社會沒有能夠完成 不成23條的限制性義務 已經有20年了 作為一個法治社會的香港 不能夠長期允許法治的一個短缺 所以這一條 應該說是應該很緊迫的 香港市民 我覺得應該有這麼幾個考慮 第一要有法治觀念 第二要有現實觀念 不能採取一種選擇性的 適用機構法的態度 我喜歡的條款 比如說45條68條 我恨不得明天就實行 我不喜歡的條款 比如說23條 我把打入冷宫 永遠不要提起 不能認為這是一個 在堅持法治的社會裡面 應該採取的態度 香港的國家安全 是整個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不要認為進去香港自己的事情